关于蚁人的形象设定 在漫威世界里算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了 之前明喵总认为 只需要把蚁人扮演者保罗路德的镜头数字化缩小 必要是再借助动作捕捉技术加以配合 就可以实现镜头里那个13毫米的制服英雄形象了 可查了资料后 喵才发现自己想少了 实际拍摄时可复杂得很啊 想想看 如果是整体数字化缩小 那拍摄的时候 蚁人周围的环境 一吃地板啊什么的 就都得按照电影中展现出来的那般 成比例扩大再进行拍摄吧 不然就会显得很假 记得缩小人生中 男主缩小后被离婚 可怜兮兮撅着屁股签离婚协议的场景 就是真的做了一份超大的纸板拍摄的 可蚁人整部电影要都如此拍摄的话 岂不类似道具模型组 而且这样拍摄影机也不能自如移动啊 这样看来 通过创建数字布景 直接让周围的环境缩小到需要的尺寸 才是正当 可这样做就需要注重所有细节了 绿式瓷砖的缝气 被救管道的斑斑秀迹 甚至是两处场景间的细微连接处 都需要清楚地拍摄下来 为此就需要有专门的微剧摄影组 来整理所需要的一切素材 所以相比其他剧组来说 拍摄原始可是动用了不下四个剧组 进行分工合作 除了上面提到的微剧摄影组 必不可少地还有专门负责演员镜头的主摄影组 专门负责动作镜头 对特技演员的动作进行补助的摄影组 以及专门负责绿幕部分镜头的摄影组 而光是微剧摄影组 把从主场景中分解出来的细节元素拍全户 就花了好几个星期 万维老总就曾透露 工作人员还专门跑去了银行金户一次 为的就是要拍到自动取款机内部的情况 听起来还是很繁琐的 不过也正是这些大量的拍摄工作 才保证电影里那些现实尺寸中 也足够避震的细节 悄悄告诉你们 甚至以人缩小后 周围空气中肉眼清晰可见的大力微尘 都是技术人员特意坐上去的 喵粉们就说真不真 那说完以上 再跟大家聊聊 以人变身镜头部分的拍摄 这种宏观场景与微缩场景间的蓄意变化 拍起来也绝对不简单 由于不能用微剧镜头 同时对所有物体合胶 所以拍摄的时候 最起码需要暗部 中间调以及亮部三档 喵也不是很专业 只知道设置组会保留下 这整个过程中的多个过渡状态 之后再对需要的画面 做合理虚化处理 有意思的是 其中有一个蚁人 静止冲向摄像机的镜头 设置组甚至把五个相机 绑在了一个中心 然后让他们 以48帧速率同步拍摄 以此来获得足够的素材 做出想要的三维场景 从而来保证 蚁人变身瞬间的真实感 好了 以上就是蚁人拍摄幕后的一点小分享了 下次想听啥 但说无妨 爱你哟 喵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